城堅氣象戰時間 首先先來關心一下 在太平洋上面 還是有一個颱風鎮在行進當中 這是第三號青台叫做鯉魚 它呢鯉魚還名字取得真好 因為它很會油 它是不觸陸的 現在看起來 持續是往這個西北的方向 以每小時16公里的速度往前進 但是我剛剛特別講到 它是不觸陸的 因為它在接近 菲律賓東方的海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北轉 但千萬不要擔心 因為它是往著日本的方向 而且也不會活著 存活到日本這邊 等於說呢 它會在海面上 它就生命週期就會結束 目前現在看起來 到了1號的2點 凌晨2點的時候 它的生命週期 就可能會結束了 也因此呢 這個第三號颱風 也就是青台鯉魚 整體來說 對台灣 還有對著日本來說 都不會造成任何天氣上的影響 關心完鯉魚之後 還是要來關心 在今天整體的天氣狀況 首先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開始好像進入比較穩定 從上週末開始 比較穩定 而且比較溫暖 甚至到炎熱的天氣情形 在今天呢 北台灣 你可以看到16到27度 那另外降雨機率就10% 中南部地區 更是不會下雨的 不過溫度呢 高溫介於28到29度之間 另外東台灣地區 今天就要特別注意了 今天唯獨兩個地方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現 一個是北台灣的山區 另外就是東台灣會出現一些 比較零星降雨的狀況 也因此呢 東北部跟東部地區 在今天是屬於多雲 可能會有一些偶震雨的出現 不過溫度分布在18到27度 那今天離島地區 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尤其在馬祖地區 14到19 金門跟澎湖 在今天高溫數字 也可以衝到的是23跟25度 都是相對比較晴朗的天氣狀況 不過天氣一好 我們每次都在說 空氣品質就會跟著不好 因為擴散作用不佳的影響 因此今天包含了北部竹苗 跟中台灣地區 在今天空氣品質是屬於普通的 但是也是有機會是 對敏感族群稍顯不健康 而在部分的時候 尤其午後這風雨沒有之後 尤其雲珈南跟高屏地區 在今天的下午之間 還是很有機會會達到紅海等級 要特別注意 這個空氣品質的預報 以及當下的測報數字了 也就是說呢 今天除了東台灣地區以外 西半部地區 依舊是在天氣一晴朗的時候 都還是要注意是空氣品質的問題 也因此呢 今天除了空氣品質以外 還有兩個小地名 要特別謝謝觀眾朋友們 首先在今天 我們剛剛有講到 西半部天氣是非常的晴朗 但是還是要特別注意 剛剛我們看到 這溫差的數字啊 早晚16、17 那可能到了中午之後呢 可以衝到26、27 也因此這早晚溫差 會達到10度以上 還是偏涼的 比較怕冷的 觀眾朋友們 在今天早出晚輝的時候 還是要攜帶個外套的 另外要特別提醒 以及新半部還有這金馬地區 觀眾朋友們要特別注意 今天清晨跟入夜呢 會有這個植布物的產生 事實上這一整週 除了30號跟31號以外呢 在這幾天開始啊 金馬還有西半部地區 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在清晨還有在入夜的時候 這植布物可能部分 還會達到是農務等級 出門在外 尤其行車要特別注意安全 尤其能見度不佳 還是要特別提醒 觀眾朋友們注意 當然也要鎖定 我們中天新聞的跡象時間